所长郑永年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教育处 潮世海参赞 前国会议员陈汉通先生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席蔡天宝先生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李慧玲社长 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先生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总裁刘思伟先生 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副方健教授 各位嘉宾校友们和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主办 联合早报协办的 五次运动百年回顾大型演讲会的现场 我是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副会长黄林 那么非常荣幸作为本次活动的主持人 首先我们将请出主办方代表 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会长 傅方健教授为活动致辞 有请 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校友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晚上 出席我们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主办的 联合早报协办的 五次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新加坡前外交部长 杨荣文先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教授来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我们对他们深表感谢 今天晚上这积极一堂的听众也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和期盼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的是 他们两位和我们北大的关系 杨荣文先生现在还担任着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为北大的发展 尤其是国际化 出谋划策 郑永年教授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北大的校友 他在北大本科硕士毕业以后 还留校任教了好几年 他现在还担任着我们北大新加坡校友会的顾问 欢迎两位 今天是五月四号 一百年前的今天 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 为了国家民族救亡图存 不顾己身安危 愤然走上街头 正必喊出 外征国权 内除国贼 这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当时的西方列强 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 这个事实 把德国战败在山东的利益划归日本 而当时的北洋政府 磊落的北洋政府却不能捍卫国家利益 当这个消息传回国内 深深的屈辱和愤怒 让学生们走上了街头 接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火烧赵家楼 痛殴张忠祥 一些学生被拘捕了 却激起了更大的 更广泛的群众运动 许多小商小贩 工人大众 知识分子 都积极踊跃地参与进来 并蔓延到全国各地 五四运动和接下来的一系列抗争 虽然迫使北洋政府 没有在当时的巴黎合约上签字 但是它仍然没有改变 国家利益被列强思乡授受的结果 可以说国弱无外交 落后就要挨打 但是五四运动的意义绝不仅于此 伴随要来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 轰轰烈烈 全国上下从根源上思考 国家民族落后的原因 批判封建礼教 提倡民族与科学 所谓之德先生和赛先生 社会各阶层开始觉醒 新思想得到启蒙 其影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 甚至于海外的 包括新加坡的华人 都非常深远 一百年前 新加坡还是马来亚的一部分 属于英国殖民地 中国则刚刚接触了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不久 出于军阀割据 混战的动荡时期 你方唱吧我登场 成头变换代王旗 五四运动爱国进步 民族科学的理念 通过报章 书籍 信函 学者互访 民间交流等各种形式 传到新加坡 给当时的华社带来了 崭新的气息 政权的交替 地域的隔阂 却不能阻挡新的思想的传播 让我们遥想当年 那些早期像南洋的华人 在听到反封建 要民族求进步的呼声 心中会作何感想 弹指一挥尖 百年已过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看到新加坡 中国这两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 从鸡瓶鸡肉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 命运任人摆布宰割 到今天昂首庭胸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其进步于发展 为世人瞩目 当今天的我们挺胸自豪的同时 我们也要深深地思考 一百年前 我们的师兄师姐们 那种因为屈辱 愤懵 不甘 而激发的愤发向上 不屈不扰 上下求索 追求进步 希望通过民族与科学 来实现国父名强的精神 实际上 这样一种精神 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 新加坡建国一代 立国一代 和中国建国以来 为了国家发展 做出贡献的那一代 又一代人的身上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付出 才筑成了我们今天的成就和辉煌 实际上在当下的心中两国 我们仍然需要这种五四精神 来克服种种的困难 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说 五四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虽历经百年 仍熠熠生辉 今天在场的有一百多位 北大校友 作为北大学生 我们都知道 每年的五月四日 也是我们北大的校庆日 这正是因为 五四运动是在北大发源的 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起 爱国进步 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 就一直是我们北大的光荣传统 刻在我们的DNA里 这其中 民主 科学进步 应该没有意义 说到爱国 实话说 也有校友向我提议 会长你是不是不要提 爱国 爱的到底是哪个国 新加坡还是中国 好像这个问题很敏感 很难回答 实话说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难 我爱新加坡 我也爱中国 我在中国出生长大 一直到北大毕业 21岁那年 人生第一次坐飞机 来的第一个外国 就是新加坡 在国立大学 读硕士两年半 拿到硕士学位 所以这里的听众 我想有很多 也曾经在国大读书 咱们也是校友 2006年 我在美国博士毕业以后 再次选择回到新加坡 在SMU 新加坡管理大学 任教至今 前前后后 在新加坡也生活了 快16年了 不爱新加坡 能住那么长时间吗 新加坡有无数 让人喜欢的理由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家都有深有感触 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 从我到新加坡的第一天起 我就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 新加坡人的友好 当年的老师同学 到今天的我的学生同事 还有外面接触到的 许许多多的新加坡人 可以说他们从来都没有 让我觉得我是个外人 所以说爱中国还是爱新加坡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单选题 非此即彼 其实对很多早年的南洋华侨来说 这个问题也不难 回想当年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 从中国40年前改革开放 一直到今天 南洋各地的华侨 从来都没有忘记住过 尤其是在日本侵华期间 许多的南洋华侨捐钱捐物 有的甚至投身抗战 壮烈牺牲 他们很多来自新加坡 我们都知道 有陈家庚 李光潜 林谋盛 还有许许多多的南侨鸡公 他们一样爱新加坡 也爱中国 所以五四精神中的爱国 我觉得不能狭义地理解 这是在我们民主国家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人不顾自身安危 不计个人私利 挺身而出的那种精神 正所谓天下新亡 匹夫有责 北大的学生都知道 我们有个校长叫蔡元培 她担任校长有前后十年之多 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校长 正是她 蔡元培先生提倡大学应该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也正因为如此 北大成为了新思想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发源之地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办大学如此 治国又何尝不是呢 近几年来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国家 看到了一些不够包容的现象 建起了一些有形的和无形的墙 但是我相信 新加坡人民和中国人民 有足够的智慧 去拥抱多元的思想 选择正确的道路 趁着今天这个好机会 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从九十年代开始 北大就有很多的校友 每年到新加坡来留学工作 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本地学生 选择去北大留学 包括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 杨荣文先生的孩子 还有今天在座的 华侨中学的校长 彭俊豪先生 我们的校友人数 可以说在逐年增长 目前大约有近一千名 北大校友 在新加坡工作生活 遍布各行各业 校友会在2008年注册成立以来 作为一个非营利社团 主要目的是服务校友 增进校友之间互相了解 帮助校友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 同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 我们会做一些增进新中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为两国繁荣发展尽一份力 虽然我们的财利益非常有限 但我们也向鲜贤学习 在教育文化领域开展一些公益活动 校友会是新加坡儿童协会 千家赞助千元的捐助单位之一 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深化与儿童协会的合作 更好地帮助本地的儿童 克服求学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我们也在探讨如何与本地的博物馆 等文化机构合作 为他们提供中文说明 导游等服务 在这里我想坐一会儿王婆 卖一次瓜 我们校友会钱虽然不多 人才可是积极 在座的各位 如果觉得我们校友会在某些地方 能够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 请告诉我们 我们非常乐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了新加坡更美好的明天 最后 我想特别感谢我们的协伴方联合早报 作为本地最好的华文媒体 早报在保存 发扬 光大 传统华族文化上功不可没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过去的几个星期 早报为了纪念武士 出了一系列的专刊 从历史 文化 思想等各个方面 进行回顾 探讨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有机会和他们合作 来举办这个活动 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也期待将来 有更多的机会和早报合作 我还要感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和设备 还是免费的 非常慷慨 大概也是体谅我们比较穷啊 我还想感谢潘国居教授 和世界科学出版公司 慷慨地赞助我们 杨荣文先生的著作 容束下的沉思 相信很多幸运的观众 刚才已经得到了这本宝贵的书 最后我还想特别感谢的是 二三十位我们负责筹办这次活动的 我们北大的校友 特别是秘书长殷少东 和前会长杨文慧 还有接下来为大家表演 诗歌朗诵的文学社的校友们 我们非常期待你们接下来表演 要知道我们校友会里面 没有一个专职的雇员 大家都有平时的工作 生活 学习要忙 是吧 没有大家百忙之中的无私奉献 今天的一切都难以想象 最后的最后 我想再次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朋友 还有因为订不上票 坐在外面大厅里 或者坐在电脑前面 看早报提供的直播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今天在周六的晚上 出席我们的活动 希望您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方建会长 他刚刚说了他在新加坡居住了16年 今年也是我在新加坡居住第15年 我们非常多的北大学者来到新加坡 热爱这片土地 成为新加坡的一份子 为社会的进步 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新加坡报业控股 华文媒体集团李慧玲社长为我们致辞 有请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联合早报今天能与北大新加坡校友会携手 参与五四运动百年回顾大型演讲会的主办工作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 用于平博先生的话 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 从表面上看 因为抗争辱国的外交 以直接行动打击北府的官僚们 是政治性的 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广泛 是社会家庭的改革 文化的顶心 思想的解放 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 不过在尖端上 做一个政治上的爆发而已 当年整个五四运动的参与者 大概不会预料到 他们办的杂志 写的文章 提出的主张 采取的行动等等 在历史中会怎么被归纳起来 会对历史的发展形成怎么样深远的影响 并且一百年后还会受到讨论 甚至被注入新时代的意义 今天在新加坡的我们看来 五四事件也牵动离乡背景 深在外地包括新马一带的华侨 而五四的思潮 更影响了二十世纪不同年代的各地华人 因此联合早报在五四九十周年时 曾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南大毕业生协会和一和轩 一起报章大学校友会和社团 联合主办了一场研讨会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响 今年五四一百年 自上个月开始 联合早报即开始刊载相关的文章 今天早报副刊介绍了一百年前 在上海参与与领导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新加坡青年 何宝人 中国版也访问几位本地的学者 谈五四对新加坡思想界 戏剧界等的影响 今晚的这场演讲 联合早报进行了直播 让世界各地可以看到 联合早报网的读者 都能够一起参与 但是在1919年 科技远远还不到今天的发展阶段 五月四日 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要在好几天后 才刊登在本地的报章上 我在翻找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 乐报时 要到五月十三日 才看到一则非常简短的翻译电讯 题目是日人 日本人 对山东之鬼谋 诡计的鬼 之后 报章上开始频密地 报道巴黎河会的新闻 和青岛问题的评论 到五月二十一号 才见到北京学生数千人 手指小旗 书友曹如林 张宗祥 陆宗宇 奸贼卖国字样 有则有则书友 还我青岛等字样的报道 那个时候 时间流动的速度缓慢 空间距离 何止万水千山 人们反应 虽然看起来迟滞 但是情感深厚 认同强烈 1919年6月20号 乐报的本坡消息 有一则描述非常细致的文章 标题是 《昨晚今朝之闻闻见见》 里头报道了前一晚 一种风潮颇具 因为那天晚上七点钟 我引述啊 有志之士 分几队出发 各队皆作一种装束 彼此不同 然 要以十五六只童子为多 观其衣帽 似为学生 结队而行 婆守己律 亦有座劳动中人装束者 则又别为小队 实不知其几何 各队先后至牛车水各街 出大马路 沿途纠察 再往小坡 这个好像小说一样 但是是新闻报道 他们做什么呢 八点鱼中 则有座学生装束者 束缀 先后至牛车水丁家奴街 上海楼隔壁之李泰然记洋货店 将其全部所有毛巾 立山 香水 香茧 及一切洋货等 均行 致出皆外 不宜一物 隔天的报纸 刊登 坡都 新加坡的总督 临时紧急命令 颁布戒严的消息 还有一则奉劝侨胞磕首文明的文字 在那之后 有一条很短的三行多一点的短讯 题目是 纷扰中之死死伤伤 以前打标题比较有趣 报道了一名住在马来路22号的日本人 被华人欧死 美绿路 就是笔书 一名华人被日本人打致重伤 维多利亚街 一名华人女子 被手枪误伤 那是五四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多月后 五四事件 学生走上街头 在石落坡的翻版 是南亚华侨所做的回应 而在这些行动之外 我们知道五四通过文学载体 打开了本地华文文学读者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到后来的 刚才新闻里面所说的 十五六之童子 有的沉浸在这个精神世界里 有的则在五六十年代 新加坡经历政治动荡时 写取五四文化养分里的理想主义 投身学生运动与一个新社会的建设 在那之后 五四在新加坡其实没有太多被提及 更不在官方的论述之中 很长的时间里 它是修读中华文学史的学生 课堂里的一个历史名词 隐约存在于本地 还继续读书的华人社群文艺作者当中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国 因为中国的国力强大 这个原来属于青年和文化的运动 过了一百年备受关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今天上午也在社交媒体上 转发了杨仁文先生十年前关于五四的文章 发表了简短的感想 这是新加坡的这个领导人第一次 对五四有所感触 联合早报关注的中国 关注中国自然关注五四一百年 但是五四应该不止属于中国了 今天我们回看五四 要回看自己的历史 但是除了本地华人社群跟中国的历史纽带 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 扩大一些来思考 我在翻阅一百年前的旧报纸时 对叙述当中的十五六支童子 特别有感触 看当年中国青年人在大时代里 对文化的省思与行动时 我们也可以想想 今天同样处在大时代里的十五六支童子 今天十五六支童子 大多在现实中生活在虚拟的境遇里 他们对社会有怎么样的认识 关怀与思考 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怎么样的期许 今天这栋楼里面 七楼刚才有颇多的 大概是十五六的年轻人 除了不很乐观的感叹 我也常常想着 我们应该对他们不同思维的方式 不同的作风 该有怎么样的反应 我们这些大人 是不是也要好好地反思一番 今天让我们从纪念开始 从回顾中国的五次开始 再不断地探寻 我仅此代表联合早报 感谢今天主讲的杨仁文先生和郑永年教授 杨先生是今天特地从香港早上才坐飞机 中午才赶到新加坡 感谢我们的伙伴 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为这场盛会提供免费场地的华族文化中心 还有线上周末晚上参与文化响宴的你们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惠玲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今天的第一位演讲嘉宾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 为大家做主题演讲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订阅 各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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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 各位观众 may I also acknowledge all those who are following our proceedings this evening on live streaming we are gathered together a hundred years after an important moment in history because in one way or another all of us consider ourselves to be spiritual inheritor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 hundred years ago a hundred years ago China was in such a weakened state its appeal against injustice was simply ignored by the major powers in 1917 in 1917 China had joined the Allied Triple Entente war effort against Germany in the hope of regaining territories seized by Germany in Shantong a China labor force consisting of 140,000 men was sent to Europe as China's contribution after Germany was defeated in 1919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greed to the return of these territories to China but Japan took them over instead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other powers Japan was intent on expanding in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 few years earlier in 1915 it made its infamous 21 demands on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seized with rage in many Chinese cities and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protests by intellectual students and workers were organised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Peking University convened the first meeting on the eve of May 4th out of the protests emerged a collective resolve to shake off China's feudal mentality and promot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 deep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was necessary the 1911 revolution succeeded in overthrowing the imperial system but what to replace it with was still a big debate Mr. Science was obviously indispensable but who actually was Mr. Democracy on the left a new culture movement believed it necessary to root out Confucianist thinking and behaviour Chen Toxiu and Li Da Zhao went on to fou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1 on the right seeking to reform rather than to expunge China's 2,000 year Confucianist legacy a new life movement was launched by Chiang Kai-shek in the 1930s in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t was principally supported by the Kuomintang one sought revolution the other argued for gradual change but both were united in the opposition to Western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China had to go through another six decades of war and revolution before Teng Xiaoping set the country on the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after Japan's defeat in 1945 China plunged into civil war after Maori united the countr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aiwan in 1949 China went through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the Great Deep Forward and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n from 1978 like a movie switching from black and white to technic colour the world watched in astonishment China's metamorphosis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Chinese people looked themselves in the mirror and understood why the world viewed them with contempt a hundred years hence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look themselves in the mirror again and reflect on how the world viewed them today the huge difference is that China from being spat upon a hundred years ago by the major powers is now increasingly feared by them this is a dramatic change it would be a mistake if the centennial message of May 4th today is a continual emphasis on standing up to foreigners it was right for China a hundred years ago to be intensely nationalistic that was in self defence the need today is not for clenched fists but for hands of friendship China can make this change because it is strong and becoming stronger Japan's incursion into China led to its own destruction like a phoenix it arose from the ashes with US assistan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now longs to be a normal country the improving 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re good for all of us in Asia many of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May 4th had lived in Japan and were inspired by its modernisation including Chen Tuxiu Li Da Zhao Lu Xin and Guo Moro among many others so too Song Zhongshan who began the overthrow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menghui in Tokyo in 1905 six months later the Singapore branch was established alarmed by the western ravage of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Japan rushed to modernise itself to escape a similar fate as China partly in response to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partly by its own choice Meiji Japan became expansionist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arve-up of China that history led to the long war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war on the Pacific the horror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and an era of subservience to the US a new happier chapter in Japan-China relations is opening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Japanese action which sparked off May 4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expressed hope tha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attend the enthronement of the new Ling He Reihua Emperor in October as a special guest after which the new emperor will presumably make an early visit to China China must however accept that Japan's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normalis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Japan'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re more complicated the US sees the rise of China as a threat to its long-held preeminent position in the world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China is increasingly viewed not only as a military and an ideological threat but also as 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threat in the last two to three years anti-China sentiments suddenly coalesce in the U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estern world many now talk about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he possibility of war China must manage the US reaction thoughtfully China's growing self-confidence must not lead to an overconfidence which makes light of the fears of others to be defiant in weakness a hundred years ago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be arrogant when strong will lead to tragedy the US is finding fault with China over many issues however US bluster reveals a certain anxiety about its own condition China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among the Western powers the US was the least rapacious in China the US was embarrassed to receive Qing Dynasty indemnity after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donated part of it for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t MIT Harvard Cornell and other universities Christian missions established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like Yanzing University and the Beijing medical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for a number of years before Pearl Harbor the US provided critical support to China in its war against Japan without the US weighing in after Pearl Harbor it would have taken China much longer to defeat Japan after Teng Xiaoping's visit in 1978 the US opened its doors to Chinese students large numbers in every field have since been educated the U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40 years has been enormous there is therefore considerable historical goodwil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ich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May 4th should recognise and resurface there is no single European reaction to China's rise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even accuse China of wanting to divide Europe in fact it is in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 for the EU and the Euro to be strong close relations with a strong united Europe help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this is a remarkable turn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fuelled by anger against European powers ganging up to bully China in 1898 they acted together to destroy and loot the Summer Palace now China wants Europe to be united so that it can be an intermediate pole between itself and the US there are issues of course like the Belt and Road and ironically human rights what has not changed in 100 years however is an enduring Chinese admiration for European civilisation and i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ver the centuries in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he arts for every aspect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there are Chinese experts today distilling insights for China's own development today the question of Mr. Democracy's proper role in Chinese society is being debated all expressions of democracy in Europe are being studied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the strong points and the weak points even even old systems like Iceland's Altinggi Great Britain's Magna Carta the Helvetian Confederation of Switzerland and today's syste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ll these are carefully analysed by China for the strong points and the weak points to abstract less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tself I remember some years ago in Beijing there was a ten part series on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and many episodes were on the rise of European powers written and edited and produced with great admiration even affection for Europe's contribution to world civilisation an inseparable part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is Christianity with which China has had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going back to the first millennium in the 19th century Christianity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Western subjug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onquest of a people is complete when they believe that the true gods are those of the victors not surprisingly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which received a strong push during May 4th rejected not only Confucianism but also Western ideas which facilitate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Christianity because the first act of rebellion is in the mind to the radical left the tolerance of Christianity by the New Life Movement and the Kuomintang was proof of thei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s oppressors Chang Kai-shek was a Christian at least nominally so to Sung Chung-sa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heism was an article of faith not surprisingly the PRLC's relationship with the Vatican was tortur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for two main reasons first China has become more confident of itself and fears less the threat of Christianity to its sense of self China studies Singapore intensively and can see that the role of Christianity in Singapore as predominantly Chinese society is generally positive the second reason is growing realization that the Vatican does not act at the behest of Western powers when China insists that Christianity must be synthesized the Vatican agrees wholeheartedly indeed it is a moral principle in Christian teaching that God is in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manifesting himself in our own identity therefore God is also Chinese with the provisional agreement on the ordination of bisho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Vatican last year all Chinese bishops are now in communion with Rome at long last the first papal visit to China is on the cards I remember some years ago when I was attending a meeting in the Vatican I attended a Mass in the crypt where St. Peter's tomb is and after Mass right in front of St. Peter's tomb I met into Hu De Ping Hu De Ping the son of Hu Yabang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 met Hu De Ping before at a meeting in Guiyang I asked him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e said oh I'm here in the Vatican to take part in a conference later on I found out that he brought a gift from Xi Jinping to Pope Francis and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gift it was a silk reproduction of an old Tang Dynasty stele 7th century recording the history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Nestorian church in China in the 9th century the Tang Dynasty came down against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and the stele the stele disappear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t resurfaced in Xi'an and you can still see it in Xi'an today when Xi Jinping made the reproduction of it and gave it to the Pope he was telling the Holy Father he envisages a day again when Christianity can be all over China many Westerners are not happy with the Vatican for reaching an agreement with the church with China saying that the church is making too many concessions they are not aware that on the Chinese side they have made many moves when seven illicit bishops in China asked the Holy Father for reconciliation for reconciliation for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they could not have done so without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is is a new encounter between 1.4 billion Chinese and 1.4 billion Catholics in the world and in this encounter which will be a remarkable encounter both will be changed in the process and China's understanding of Europe and the West will be deepened as it begins to see Christianity not as an enemy ideology but as another part of the human spirit to discover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vine after 1949 the Chinese people withdrew into themselves searching for a way to the future it was a journey with many twists and turns culminating in the absurdit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le the future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ies the broad way forward for China has been clarified it is of a China which is open to the world and contributing organically to its well-being in the field of ideas including in the realm of human spirituality a new creative encounter betwee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will enable mankind to confront common challenges like nuclear prolifer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religious strife the early Jesuits starting with Matteo Ricci Li Ma To were amazed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ld maintain a moral system without religion they wrote about a scholar bureaucracy steeped in the moral classics selected by public examinations which enabled the good governance of a large part of humanity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Joseph Needham who wrot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he described Chin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European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called the Encyclopedists in the 18th century on great men like Voltaire and in fact the inspiration of China of morality without religion laid the anti-clerical ba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subsequent revolutions all over the Western world and few remember that the elite civil service of France has its origin in China the rediscovery of China'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by Westerners will open an interesting new chapter in Western though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discovery of Europe'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by Chinese thinkers including socialism and Marxism-Leninism once leavene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created modern China a continuing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will redound to the benefit of both and some of the romance in that dalliance was recently recaptured when Xi Jinping visited Rome when they talked about contact going back to the Roman Empire and of how silt clothed Roman emperors and this is an intimation of the future in India China meets a kindred civilisation and spirit each bows before the other as an ancient people both suffered Western aggression both responded comprehensively and each in his own way is recovering its place in the front rank of nations not as Westphalian states but as civilisational states when Rabindranath Tagore visited China in 1924 he felt for the pligh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is writings inspired many of them Chen Tuxiu even translated Tagore's most famous work the poem Gitanjali into Chinese Guomo wrote about how he was inspired by Tagore while studying in Japan and Tagore came to Singapore and recruited the Chinese scholar the Chinese teacher Tang Yinshan to head the China Bhavan the China house in Viswavarati Tagore's university in Santiniketan near Kolkata on his visit to India in 1942 to rally support for the war against China Chiang Kai-shek met Muhammad Gandhi in Kolkata he visited Santiniketan and donated a collection of books to the university library because of the China Bhavan in 1957 Zhou Enlai also visited the university and donated a second collection of books unfortunately when I visited that library some years ago the books were collecting dust and the Liberians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were in the books despite Tagore's close ties with Japan and the Japanese remember him fondly he condemned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in the 30s apart from a short border war in 1962 largely forgotten in China but still an open wound in India there has been no major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are issues which have to be carefully managed like border disputes Pakistan and the Dalai Lama considerable distrust still marks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a better recollection of the centuries of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can help soften mutu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antagonisms indeed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from India to China is one of the greatest stories ever told in human history Xuanzang's Da Tang Si J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in human history the revival of Nalanda University recalls part of that story as an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goo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a great blessing for Asia and for the world after a hundred years China needs a new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positively reconnects it to the world in every direction if the China dream is not to become a nightmare for some there has to be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their concerns of their fears and this must come from the heart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a cry from the heart for justice for the dignity of Chinese people as equal human beings that cry from the heart of May 4th for justice and for equality that cannot be a cry reserved for Chinese people that cry by its very nature has to be a universal cry for justice for equality and for fraternity and when we talk about the new new culture moveme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view of the world and of others must be at the core of it to be sure China continues to worry that there are elements in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S still wishing it ill and there is some justification for this China sees US policy on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Xinjiang as deliberately malign while there is some justification for this concern China should also be increased should also be concerned that others increasingly worry that the table is being turned against them China is now too big to take a low profile and hide its shine and drawing from its ow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China must find a way to shine brighter without outshining others it must go beyond just emphasiz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common benefit the eating the eating reminds us that history moves in cycles the famous line in San Kuo the empires wax and wane those who are triumphalists hasten their own decline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May 4th should therefore be a call for the China dream to become a man's global dream man's common struggle for a common destiny on this planet must be the new spirit of May 4th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his evening to speak on May 4th to alumni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Peking University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at movement and celebrates its anniversary every year on May 4th even though the university was not established on May 4th but established in 1898 during Guangxi's Hundred Day Reform Movement the professors, students and alumni of Peking University are inheritors of a proud tradition a tradition of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ondition in order to change it for the better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ethnic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as the way others treated them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way they treated China in Singapore within weeks the Chinese living here was swept along by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at started earlier but was given fresh impetus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s cultural organisations schools and newspapers were all profoundly affected and Zhaobao's tradition goes back to that period the Fukan in Zhaobao is never lifestyle only it's also about social issues there is a conscience in the Chinese media which is not often found not always found in other media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became politically active they supported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 invasion of the mainland and suffered terribly for i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fter the war the Chinese worked with other races to fight for independence ten years ago Li Hui Ling invited me to write a piece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May 4th in it I said that May 4t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ingapore's rich inheritance the May 4th spir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ingapore spirit it is therefore right that we also celebrate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May 4th in Singapore sharing a common Chinese dream to make this a better world thank you Thank you 非常感謝楊榮文先生 精彩的演講 我相信大家受益匪浅 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 為五四運動做了思想 和文化上的準備 因此今天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能夠和在座的各位 一起回顧一下本地 以及中國部分 五四厚文學作品 那麼接下來 北京大學衛名文學社 將為大家呈現 詩歌朗誦 第一部分是 新馬文學詩歌代表作 呈現五首本地詩人的代表作 今天我們也非常榮幸 請到其中三位作者到場 他們是 王榮華教授 潘震雷先生 和杜南發先生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他們在本地文壇的貢獻 和耕耘 那麼為了方便大家欣賞 請大家掃描 歡燈片上的二維碼 您可在手機上獲取節目單 以及閱讀相關的作品 有請北大衛名文學社 很早 帥 我 搔 贝壳 作者杜韵蟹 既不再高 又不再深 只因为在浅薄的海边 而被人议论和收留 我属于海洋 也属于大陆 有浅的深度和矮的高度 我的中间地位得到他们喜欢 我的身上负有大陆的坚硬 同时画有海水的梦的花纹 我永远在做着梦 而清醒 高山常常要流淌洪水的泪 大海常常要抽搐的无法自止 我赞美他们 慢慢都收归我所有 大海常常要脑心 为大海常常要脑口 赤道走索 作者潘正雷 茫茫的还是期盼 在热带雨淋着的岛屿 季风 东北或西南 南中国海或印度洋 哪一边吹来的都好 祖父的魁扇 山城冷气机的忽凉 起重机层层架起 见此增大而变小的华煞 依稀晃动里 有汗水的影像 故事 沧桑者渐渐远离 惊醒于欲望的马头 今天阳光底下 我们褪去鲜色的衣裳 赤道上走索 手握平衡肝 西朝的身体 不断地回望 日落前要走回 太阳升起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收藏作者周灿 看见树上那朵花 美 就采了来收藏 看见沙里那枚贝壳 其就采了来收藏 看见天边那颗心 料就摘了来收藏 也收藏了一节折断的彩虹 两颗梨龙的猪 以及数款女般普天用的泥 正想也收藏银河 收藏在大气中 写枚几种的岁月 一岁月 他不声不响地收藏了我 祝你 火焰木 作者王润华 我孤独地在山中 因为想念文化废墟中的您 在翠绿的热带雨林中 我的头发都变成黄色的波浪了 雨季过后 如果你还未抵达山中 我的头发将随风而飘落 绿色的山河因而变色 祈祷 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 为了大地和草原 太阳和月亮 为了生命和血缘 生命和血缘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每一条河都要留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非常感谢北大卫民文学社 带给大家的听觉响宴 让我们有机会领略本地诗人的优秀作品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他也是我们北大校友 也是我们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顾问 那么在演讲结束后 我们将请两位主讲就今天的活动相关主题展开讨论 如果大家想提出问题 可以发短信到屏幕上的这个号码 主持人会选择跟今天主题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 不一定每个人的问题都能够回答 也希望大家谅解 请大家掌声有请郑永年教授 大家晚上好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重要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五四运动的一些看法 因为今天是北大好像一百二十一周年的生日 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我是1981年进北大了 我觉得整个八十年代 每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有很多的纪念活动 尤其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刚才就看到他们朗诵诗歌 就想起来了 我们那个年轻的学生都想加入五四文学社 每一个人都想好像要学写诗歌 表达自己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这考北大的时候 也是想考北大的中文系 结果因缠阳错地把我分配到国际政治学区 就是今天 就是别人今天的样子 我不是他们朗诵的那些诗人的样子 所以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理想也说不好 理想做的事情做不了 但是我也感觉到五四运动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就是今天的人们的心理的一些变化 八十年代大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 跟现在大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八十年代我记得就是说 当时假如说有一套重书 大家知道叫《走向未来》 今天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就是这套重书的其中的一份子 我这节目就看到一篇回忆录 是读书杂志主编 当时八十年的主编 回忆录 他说王岐山就是八十年的初 向读书杂志捐了五千块人民币 但是五千块人民币当时的话 是很大一笔钱 很大一笔钱 因为我是1988年 北大苏氏毕业 北大留校任教的时候 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九十块钱 所以五千块钱还是很多 好几年的工资了 所以八十年的 但是后来我是90年离开北大 但是后来九十年代以后 官方纪念北大的调职也不一样了 所以我今天想讲 刚才杨远文部长刚好讲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 因为五四运动实际上 这个运动是直接的 刚才几位都讲了 刚才那个会长 副会长也讲了 李辉林也讲了 杨远文先生也讲了 直接的起因就是因为 巴黎会议 就是中国受力量的欺负起因 所以刚才杨远文先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中国今天需要一个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所以我今天想把五四运动跟新文化运动相对地分离看来一点 我只讲一个观点 因为五四运动各个方面都可以讲 并且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讲 我是从今天的中国来讲 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后 到今天为止 直到今天 中国的文化启蒙不足 和政治启蒙不足 就像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大家知道 就是说 因为八十年代的 1989年的这个运动 天安门世界运动 被很多人当时就被解决成为第二次 即五四运动之后 第二次的政治启蒙运动 那么这张运动 当然马上就导致了后面的结构 他也知道 但是九十年的以后 九十年的以后 中国的气氛就不一样 就是对五四运动 当然官方每年还是会纪念 但是纪念的调子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那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 大家出现一股否定五四运动的 这样一个思潮 这为什么呢 因为五四运动 刚才杨阳文先生提到了 因为是打倒 咱俩孔家殿 是吧 打倒中国的传统 所以现在的就是说 否定五四运动 来一个否定之否定 好像又要回到 回到中国的传统 回到中国的传统 那么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世界呢 我是觉得各个方面都走向保守 那么从九十年的以后开始 大家知道 中国到今天为止 一股复古运动 放心为爱 复古运动 到处都是复古 我想起点是从中心解读 仁与开始 仁与开始 余呆的仁与心得 销售到几千万策 从那个时候开始 现在是一步一步地深化 大家所看到的什么现象呢 假如说现在小孩 司令学统 就大家都送到 各种各样的读经班 叫小孩又重新看是读经 妇女去了哪里呢 妇女进入了女德班 是吧 女德班 教师们呢 我经常碰到穿着古装 我说怎么不溜辫子呢 博士呢 开始用古语达辫 我觉得中文其实没问题 如果物理数学 怎么用古语达辫呢 我觉得他们是动用了很多的心思 然后社会上就争论 到底是唐章代表中国 那是亥福代表中国 因为大家知道唐章 就是中国第一次 主办亥APEC会议的时候 当时因为 APEC会议要穿民族服装 中国的民族服装是什么呢 当时就讨论出一个唐章来 现在有人说唐章不能代表中国 亥更能代表中国 当然也有人可以说 这往前推 反正这争论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我是适度起理解 是吧 更有意思的 大家看到中国现在 好像已经走到旧社会去了 这个党有盖部 大家莫名其妙的就是 欺怯成穷 concubing 是吧 大老婆 小老婆 三老婆都有 大家知道金章月 因为执八大以后 查出 王岐山查出 很多的腐败的爱情 对不对 然后专门有人雇佣了 指定一个小老婆 来管理其他的老婆 商人也是一样的 商人也是一样 对不对 一样 那么我这一看 我说这些现象 怎么会发生呢 我是觉得这些 我刚才说的还是发生 发生在城市里面 发生在城市里面 还是有一点知识还亮的 是吧 还是包装一下 我是来自农村的 经常去农村 当然农村更了不得 是吧 反正各种 其怪目怪安的 什么样的宗教都有 反正你有一点钱 而且你能忽悠的人 都可以自己改这房子 讲道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讲什么 反正总有人会去 是吧 什么样的事情都干 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 所以我就说 今天的这个 这个古古风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古古风 为什么要古古 对不对 难道就是五四运动 这个错了吗 对不对 五四运动以后 否定的东西 又要重新来吗 我甚至在想 就是说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所有的这些 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他的 都错了呢 对吧 都错了呢 并且尤其是今天的 就是说 因为自由派的 西方的思想 对吧 西方的思想被 打压下去了 当然我是觉得 就是说 我待会还会讲 五四运动那种 机械的搬用 西方的这些东西 也是不对的 西方的这个思想 打压下去了 但是这个中国 一些传统的东西 都上来了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人的 精神世界 出现问题了吗 当然这种现象 在西方也是产生过 像说我就说 像19世纪 一再二再 这个期间 尼采的日后 传统的价值观不新了 那么要有新的价值观 但现在价值体系 怎么建立起来呢 也是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到底 现在就 产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至少 我是觉得 毛泽东这一代人 甚至 整整一代人 他们五四勾勒这一代人 至少他们 也是有进步 跟落后的观念 至少有文明 跟掩埋的这个观念 我是觉得它 还是一个 一个五十年代 一个进步的观念 是吧 是一个进步的观念 这个进步的观念非常重要 当然毛泽东这一代以后 他后来别人 叫做结构以后 别人乌托邦式的 这是对中国社会 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这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但是这种对进步观念的追求 对文明的追求 我是觉得这一点是 不可否定的 因为从今年的时候 无论是国民党 或者共产党 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五四运动的产物 那么今天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 来开五四 我实际上 我刚才说了 实际上五四运动 就是一百年的 觉得今天是个拽子点 早期开始的时候 还是一个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 对不对 直到今天为止 中国人 就是说 对怎么样的时代 国家富国强兵 怎么样的强大 还是没有答案的 还是没有答案的 新文运动 风华运动 但是五四运动 就变成一个政治的运动 一个政治启蒙运动 政治启蒙运动 但是这是不得不得的一件事情 因为是 中国从1840年以后 一直被西方列强所打扮 或者甚至被一些的学生 日本所打扮 所以大家 从新文化运动 转向这个政治 我想是不可避免的 是不可避免 但也是一个很遗害的事情 就导致了新文化启蒙不足 政治启蒙 固度 如果跟西方做一个比较 就开得非常明确 西方的西日文化启蒙运动 就是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 几个世纪以后 就转向18世纪的启蒙运动 政治启蒙运动 但是前面的新文化运动 就是文化启蒙 我是觉得 如果从经验地看 比政治启蒙更重要 对吧 因为西方的文化启蒙 启蒙运动是因为中世纪 长期的宗教 黑暗时代过了以后 把西方的精神的价值 从上帝转向人文 是个人层面的 社会层面的 到了18世纪的政治启蒙运动 是从个人转向一个集体 是吧 从个人空间 转向一个集体的空间 那么从中国相对地比较 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启蒙是不足的 马上就转到一个政治的启蒙 所以后来80年代 我非常喜欢李泽后学生 李泽后学生的观点 因为在个人层面的 文化启蒙不足的情况下 就是转向了过度政治化 这是中国上一个世纪的 整个的一个运动 那么这方面呢 我是觉得 如果从今天来看 武士 包括新文化运动 因为大家的这个 当时的政治形式 取决于他家有写者的 从西方学习 对吧 从西方学习 有写者的 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些东西 但是从今天看来 好多东西我觉得是不对的 我对我个人 从学这个角度来说 不讲政治上正确的话 我自己也写过文章 武士运动以后 中国所缺略的整个的知识体系 我是非常怀疑的态度 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的很多的现实 对不对 我举几个例子 叫做封界专制 封界专制是武士运动 当然中国近代很多 像金光达先生 他们所研究的 中国很多的社会科学的观点 都是日本人 从英文翻译成日本 中国最反应翻译过来 所以很多东西 所日本的影响 对吧 那么像封界专制 封界专制是不成立的 对不对 要不就不封 如果封界就不能专制 要不专制就不能封界 封界是封权 专制是集权 对不对 但尤其是封界 它为什么封封界呢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对不对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分成五个 从奴隶社会到封界社会 到资本主义 到社会主义 到共产主义 一个泄性的嘛 中国以前不是这样的 杨云飞生刚说了 一进去是一个 循环的一个东西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 那么极限的去搬账呢 就很难办 奴隶社会 那么大家发现 西方确实有个 大规模的奴隶社会 中国像西方那样 大规模的奴隶 根本找不到嘛 找不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对不对 我问王公文先生 我说中国到底有没有这个 这个奴隶社会 它也搭不上来 但是可能有 叫做汉招有加奴 但是加奴不是奴隶 对吧 正像今天的佣人 不是奴隶一样 对不对 那么尤以是封界 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就没有封界社会了 对不对 封界社会了 所以福亚马福山说 中国是第一个 近代国家 modern state 我是相信的 因为汉招开始 中国已经建立了科技制度 叫科技制度 这个就非常重要 就是还有这个 五十亿栋响亮的口号 德鲜胜跟三鲜胜 民族科学 直到今天 大家还是说中国需要 这个德鲜胜 当然德鲜胜是要了 但是德鲜胜跟三鲜胜 这个位置不要摆错了 民族与科学 不是的 西方真实的发展途径 是科学与民族 没有科学就没有民族 对不对 有了科学 不是有了民族 就不可以有科学了 因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就是确认科学 理性的生活 科学就是理性 对不对 民族是后面的事情 对不对 后面的事情 这是历史不能跌倒 但是中国 还有一个看点我要说 叫说 民族与法治 那也是八十年都叫出来的 一定法治要通过民族的建立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西方的发展途径就是 法治与民族 对吧 法治与民族 但实际上历史这么发展过来 西方的民族 尤其是现在一人一票的民族 远远落后于他的法治几百年 对吧 他法治接力起来以后 一两百年以后就出现民族 对不对 那么中国为什么 什么样的东西都放到民族都放到前面呢 就是跟那个五十年东西 我就说文化启蒙不住政治启蒙 政治启蒙固度 大家动不动就想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但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对不对 你孤独政治化嘛 哈佛的一个教授 毕竟政治化 中国从五十年东以来 就是暴力化 整个社会就暴力化 是吧 从火烧召家楼 是吧 到我这以前北大读书的时候 因为学生经常上街嘛 有的时候我又也害怕 动不动就烧车了 动不动就烧车了 你想想八九年那个时候 烧掉多少坦克 不是说会谁辩护的问题 动不动就烧 动不动就烧 我是不认同这个暴力 是这样的一个暴力的东西 所以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因为 就是说作为人的这个文化启蒙 还没有做出来的话 就是说你政治启蒙是不好的 是假的 是虚的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 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丑陋的现象 就是因为文化启蒙的不足 别想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搞复古的那些人啊 好多我都认识 是八十年代的自由派嘛 我就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 八十年代对西方的东西 还没有读好呢 他就盲目就去信了 诶 现在对西方坏灭了 诶 又复古了 对吧 就复古去了 比较复古的厉害 对吧 我说那你 是不是中国的男人 又要把避纸重新装起来呢 是不是叫女人 又去裹小脚呢 是吧 因为这个知识界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是吧 西方也是这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这个知识群体也是社会的良心 我想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的这个文人啊 这传统几千年没有问题 因为市农工商 既是官僚阶层 也是这个文人阶层 所以他们没有问题 基本上没有迷失方向 但是自从科技考试废主了以后 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文人还是迷失方向 大家去看啊 中国的文人要不就是依附权利 要不就是依附资本 当然现在的话 社交媒体出现来的话 依附大众也有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推售 流量 流量多就好 就是自己还没有找到北 所以当家老师批 他们老是骂我 就是说你自己知识分子 得知识分子太苛刻了 我说就确实要苛刻一下 一个社会 如果知识群体堕落了 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 就没有希望 比如像中国的文人啊 我这看 一堕落起来没个底 比谁都堕落 没个底的 这个我是觉得 你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有一点 有一个底线啊 文人堕落没底线 文人堕落没底线 当然我自己也一直反省自己 每天要反省做错了什么 对吧 我是觉得应当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现在的话 中国确实是要 要协得化 确实是要 现在讲文化自信 对吧 文化自信很重要 非常重要 像这样四个自信 是个道路自信啊 什么制度自信 什么理论自信 后来加上一个文化自信 那我说觉得 这个四个自信里面 文化自信是最最重要的 没有文化自信 就哪有什么文化复兴 是吧 文化复兴 这是什么样的叫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就是复古吗 肯定不是嘛 所以大家我就感觉到 感觉到比较沮丧的 就是说 中国文化其实有很多 非常优良的传统 这些东西都消失了 也没人去理 那些乱七八糟的毛泽东时代 称之为牛鬼手绳的东西 都解读出来了 对不对 同样西方的东西 好的东西我们也学不来 罗佛罗啊 法治啊 这些学不来 坏的东西是学得非常快 对不对 其实加上一个塑胶媒体 反正坏的东西 反正庸俗的东西 传播得非常快 如果有正能量的东西 传播不出去的 传播不出去的 至少不出宗南海 都呆在宗南海里面 对不对 但是一些负密的东西 我上次碰到一个领导 讲西泽为什么网络接控那么困难 他说以前他们规定就是说 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五个小时要处理好 西泽说五分钟都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受教网络快乐钥匙 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说这个社会就是出些问题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学术界啊 现在我 因为我们EIA经常 也是来不少大陆来的学者 来交流 我是觉得 还是我愚昧了呢 还是他们愚昧了 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好东西 有些人讲的东西 我是谁谁听不懂 对不对 假如说EIA经 EIA经本身是好的 但是用EIA经来解释一切 我是不知道 是吧 能不能检测一些 风水 各个大学开风水学的大学 也有了有多了 是吧 数数 是吧 数数 这个密码 密码学 是吧 动不动不懂了就是 什么密码 什么密码 那么这些东西啊 北大情况都有 北大情况都有 对不对 大家亲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别像大学姐姐眼看 那些有些商人啊 只要借钱就行 那登上北大清华的大堂 就这样风静迷信 是吧 这些东西都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这样的能闻一佛心吗 这样闻一佛心吗 那么如果这样下去 它是有consequence 什么consequence呢 肯定有结果的 就是刚才杨荣文先生提出来的 中国如何技术跟世界接轨 就这样接轨 因为以前 中国假如五四运动 学西方 我想是真学 不像学过头了 就是大家就急血照搬了 因为大家对自己的 中国被西方打扮 被日子打扮 大家没有自信了嘛 就学 我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 我们也是非常虚心学的 至少我们八十年代这一代 真的非常虚心学的 但是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崛起以后 尤其是07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 被都骄傲起来了 大家不学了 或者大家学也是三星两亿的 是吧 就是不是那么虚心地学了 但问题我是觉得 中国跟世界脱轨 会不会 我觉得中国也是会的 也是会的 因为有很多的中国 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因为中国还没有这个文化启蒙 假如中国的中裁阶层还是偏低 穷人还是多 受过教育的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数 还是少数 尤其是很农村 大家如果去北京 上海 广州 是没问题 如果去看看中国广大的农村呢 不用说内地的农村 该说赢下 其实去浙江 像广东这样的农村地区 落后的地区多的是 几乎好像 我觉得有一个张艺谋 以前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到陝西洋那边去拍电影 拍红钢梁 是吧 红钢梁 结果走到一个农村那个地方 他就说 问当地的老百姓 说这个日本鬼子走了没有 张艺谋拍电影是八十年代 日本鬼子四五年就被打败了嘛 表明就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是去农村都去跑过 共产党经过他统治整个中国 但是很多的知识都还是没有想过 对不对 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很封闭 都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发生什么 我想今天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你去看看中国农村发生的 我说各种 你说他邪教也好 你说他民阶宗教也好 其次观样的都有 你是谁也不理解的 所以它是个文化图样 第二 中国缺少其他国家那样的国家宗教 因为民阶宗教本来一直是贩赖成灾的 现在是 因为民阶宗教的中国人的创造能力也是很强的 谁都会创造出一个民阶宗教来 民阶宗教 我想法轮功 李洪志创造了一个法轮功 我想今天更多的人创造不懂得其他的宗教 即使像这几年 我们在学的所谓的王阳明 好好的一个王阳明 我是告诉他们 如果王阳明这个学本 一切都像今天这样搞下去 没过十年 十五年 东北会产生一个阳明教 什么都写 什么都写 就是弄着弄着就走歪了 弄着弄着就走歪了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而且就是说 中国传统上 我们没有理性哲学 没有像西方这样的理性哲学 没有像西方这样理性思维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哲学就是个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有它好的方面 也有它坏的方面 道德最坏的方面 我刚才说了 如果把自己开成是道德的 那是堕落的就非常坏 把自己开成道德的 你做什么坏事都是道德的 所以我刚才说文人为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堕落的比谁多快 就因为文人经常把自己开成是道德的 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 所以这个道德是虚伪的另外一面 所以武士运动这一点做得很好 以前孔家的特别虚伪 但是今天这种虚伪又回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 一方面我们抵制西方 另一方面复古 那么两个结合 我是给世界脱轨 我觉得非常容易 举个现象 这几年的 异后团主义精神又来了 中国实际上到今天为止 是发展很快 过去是四十年 但是中国的GDP 人经GDP一般美金都不到 美国是五万多美金 新加坡也五万多美金了 但是很多人就骄傲起来了 觉得中国非常了不起 超越美国 超越任何国家 连大学教授都是这么这么讲 对不对 不堪实际的 好像已经是刀枪不入了 所以这次到了特朗普的中美贸易战是非常好 觉得破一本冷水吧 至少 不是说当头一棒的话 所以我是觉得特朗普也是会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情 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美国并不是很受欢迎 对中国很受欢迎 这也是我理解的 我理解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复古 我刚才才说的 唐章与亥福 在争论 这是愚昧的表现 对不对 很多人就说 亥福 代表亥 亥族 但我说 亥族是族吗 不是 亥是一种文化 不是民族 民族这个概念是五十年以后就是从西方掰进来的 西方的民族就是Ethinicity 中国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中国已经没有了 只有西方人到今天 就问我是谁 所谓的Ethinicity 中国恐腹子从来不说这个我是谁的问题 中国的恐腹子只是说 这个有没有受过教育 有教无类 是不是文明更野蛮 是不是受过教育 不分种族 不分血液 没有像西方这样的分类方法 但是中国现在都比这个说亥不少 亥这个字 亥族这个字 以前二三十年代 五十年代以后 要不要用这个字是很多争论的 像顾吉刚老先生这样 他就反对用亥 亥族这个字 但是非消通先生他们坚持 要用民族这个事情 是不是 所以亥不是这个 大家去看 亥以前的王帝都不是亥族 都是少数民族 中国至少到了亥 已经是不动民族的永和了 根本没有这个看念的 后来当时蒙古人元朝进来了 就麻烦了 就把中国的总性制度 就出现了中国白本的总性制度 蒙古人是一等人 西藏这些舍墨人是二等 北方的汉人就叫汉人 这个广东叫南买 买人 所以大家如果看钱墨先生的书的话 中国以前没有这个传统的 后来就是第一次 蒙古人或者满洲人 满洲王朝也是这样的 这就是中国变化了 后来就又出现这个西方的 盲目引进这个西方的概念 到今天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越来越麻烦 第一次是 就是说 顾及刚刚弗晓通他们的争论 第二次结果以后 划分民族 划分民族 当时 划分民族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 现在所谓的56个民族 包括汉族 但是当时正式的 像确定的有200多个民族 更多的还在申请后面排着队 两万多个民族要申请排队 但是我到今天为止 从修理上 我还是不理解 像说 回族 回族怎么是回族呢 就是害人嘛 回族只是说 他醒了 穆斯林人之后叫回族 那就以宗教作为民族了嘛 对不对 很多都到今天都说不过去的 是吧 你今天自己强调汉族 非害族人可以强调他自己西藏啊 可以强调他穆斯林啊 可以强调其他的嘛 这个问题 以其中国人一直没有这个问题的 就是这样引进来的 是吧 他现在 所以我就说 那些福古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他不是说福古 真福古也好 他是假福古嘛 用西方的东西来福古 是吧 如果真的福古的话 我觉得也好 我讲讲中国这个 传统的很多好的地方 我是觉得中国 它的文明是了不起的 假如说 我刚才说第一点 中国是第一个 接受了封建时代的近代国家 是吧 福古亚马写了很多了这方面 中国大家知道 现在讲民主 现在讲民主的话 我对民主有不同的开法 讲民主 西方 十八世纪 孟德斯就批评中国 说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 它的理由就是说 中国没有像西方这样的贵族阶层 但西方的贵族阶层 就是因法德 都是贵族嘛 中国如果秦四皇是第一次统一中国的话 到了宋朝就是第二次统一中国 因为唐朝或者唐朝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家族统治 就是家族统治 蒙法 后来到了宋朝 因为到了唐朝 像武则帖的时候 那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了 开始要通过科技 是吧 来用人 汉朝是推介的 推介大家都是自己推介自己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大家族 到了宋朝以后 中国基本上就消灭了大家族的统治 所以中国历史上 基本上没有大家族的统治 西方到今天为止 大部分国家都是大家族统治 希腊 我们讲希腊民族 希腊起源 到今天为止 就还是二十几个家族 能流执政 这是家族之间的竞争 家族之间的共和 就成为民族 对不对 我想世界上其他地方 美国包括现在的家族 都是很多的家族 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家族官员的 对吧 以前是用官僚科技考试 是吧 来进行统治 现在是共产党 共产党实际上跟以前的科技考试也不 现在西方说中国有太子党 我觉得中国没有太子党 是吧 中国就是一个党国 就像以前的官僚国家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中国更比起西方来的话 中国有更多的平民子弟进入政权 比西方 西方是大家族统治 但是西方的民族教科书里面是不说这个东西的 回避说这个东西 对不对 回避说 中国是 首先中国觉得中国人的平等官业特别强 人人都是城省武广 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嘛 你到欧洲去看看 老百姓没有这个想法的 老百姓是浮浮浮浮浮的 谁想当皇帝啊 中国人每个人都想当皇帝 这也是政治构度启蒙的有关 到每一个人都想当皇帝有这个思想的时候 你想想今天的皇帝会做什么 就是盯着你们 看你有什么造反的精神 如果大家都没有想法 他不会盯你们的 对不对 这个还是大家政治过渡起谋就是这样 太政治化 你到北京去看 每一个出租车啊 司机啊 那个分析中难还是政治 比我们学政治学的要分配的要分配 都是好 非常好 所以我们政治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汇 叫text job with analysis 我们的讽刺政治学家 你的这个风险不是北京的text job with analysis 就是这个 其实他们很关心政治 我去了解过中国人对国际 为什么环球时报那么红啊 其实那个观点很邪门的 但是中国人太关心政治了 是不是 太关心政治其实不好 我是不主张大家 政治政治 刚才我知道杨悦文先生这笔赞 我不好说 我觉得 我觉得 政治是浪费人的生命的 对吧 我喜欢做学位 是吧 我喜欢做学位 这个王公文先生教育我的 是吧 他是告诉我的 政治里面啊 任何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皇帝的 你要当上皇帝 要不要杀了多少人才能当上皇帝 对吧 双界 双界也是大家互相竞争啊 做学问特别好 做学问就是你跟自己竞争就好了 一个敌人都没有 是吧 你自己竞贴的 自己跟明天的自己 决天的自己竞贴的自己竞争 自己想一想是吧 这个知识皇国就是你自己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的知识分子 我非常同情他们 他整天关心政治 政治对他们就过一不去 是吧 又过一不去 我是觉得不要关心政治 自己为了知识要知识 我一直在提倡 心安理得的做一点知识就算了 是吧 这样的呢 反而能改善这个 这个政府跟知识分子的关系 是吧 知识分子整天要盯着皇位 那皇帝就不放心了嘛 对不对 中国里面这个文化 就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 确实是刚才杨荣先生说了 中国文化即使对西方 启蒙运动很大的影响 对吧 西方的文艺复兴 我们说西方现在叫做文艺复兴 我是觉得不是说 对古希 简单的对古希腊文明的复兴 西方 这个罗马帝国解体之后 西方的罗马 以前的希腊的文化已经散掉了 所以文艺复兴的那帮人 从把以前的古希腊的那个招进来 然后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招进来 那个时候因为马克波罗蒙古人 中国一开始孔子的一计划 尽贵人而远之就解决了 对吧 我承认这个鬼神都存在着 但是这个鬼神不可不要影响 这个政治生活 因为孔志基本上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政治统治哲学嘛 是吧 他就叫当时的king 是吧 你信鬼人是个人的事情 比起来信鬼人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为什么叫宰相 宰相就是祭祖嘛 祭祖在身口 负责在身口的一些 宰牛头啊什么 猪头啊 这个叫宰相就是这个意思嘛 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统治国家不可能迷信嘛 对不对 迷信嘛 尽贵人有远之 这个我觉得中国早就解决了 中国也解决了政商分离 政商分离 势农工商 就是商人不能把自己的钱 直接转发成政权 对不对 所以中国出不了特朗普了 你最多的钱是吧 也不能 也不能就是说 去当个宰相啊 或者去竞协 其实前几年大家都说 如果马云出来当总理就好了 我说门都没有 中国的文化里面门都没有 但是商不能直接把钱转发成政权 但是它是允许你去揣政的 是吧 揣政的 因为商人 就是从今天来看 我觉得商人执政还是有问题 还是确实有问题 无论从美国的 这个也看 现在台湾可能也有可能了 台湾可能 所以就说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 妈祖的造化啊 我想 我想这个 我一直在思考 它为什么说妈祖的造化 那其实目的性很强嘛 对不对 就是渔民政策了 我是觉得不客气 就是渔民政策 肯定会当写 如果真的要去当写的话 对吧 缩交媒体啊 这些东西 民主不进步 老百姓会进步吗 这是一个只是个假设 这是英国的公投 给我很大的教训 我已经对人非常乐乖了 因为人是会进步 英国是世界上民主最早的一个国家 老百姓进步没有呢 一点进步都没有 是吧 连脱欧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了 写投票 再去查字典 对不对 这种事情都会发生 我想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早期他们贿赂 我们去台湾怎么样地弄呢 两西服吗 两个口袋 一个口袋是装钱 一个口袋是妈祖的庙 一个小小的一个像 一手给你钱 一手叫你看一眼 我给你钱了 你要投我这个 妈祖开展了 对不对 这个 所以如果是 现在的民族群是这样的咯 如果是民族啊 不过以前的民族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民族就是精英民族 大家都是奥克斯普内纪毕业的 同伴同学同样的教育 大家有共识 今天你统治 明天他统治 是吧 没问题的 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都是操纵民粹主义 是吧 操纵民粹主义 那么中国这个四农工商 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传统还是好的 我不认为商人直接执政是一件好事情 至少在中国的怀境里面 是吧 中国的怀境里面 比如说 我一直批评中国的企 中国的商人 中国没有企业家 都是商人 是吧 借钱也开的人 是吧 一拿到政治权力 那了不得了 是吧 还有中国有教无类的思想 非常好 中国不像西方说 有这个自然法 人人在上帝媒介平等 或者人人在法令媒介平等 中国也不像印度 四个总性 拥有不平等 对吧 中国它是承认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是可以平等的 是吧 这个有教无类的思想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 我是觉得我们东亚共享的一个文化 现在西方就面临问题 是吧 政府跟经济直接的关系 西方古希腊 因为我们在做研究 古希腊 直到罗马帝国为止 基本上 对政治跟经济的关系 对中国 中华文明 没有什么区别 大家都认为 管理经济事务 或者发展经济 是政府的责任 但是西方 近代资本主义局期以后 政府跟经济分离 经济 发展经济 别认为是资本的责任 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今天西方 绝对面临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的文明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好 是吧 从一开始 当然还有印度 印度也是这样 从一开始 就认为 管理经济事务 发展经济 就是政府的一个责任 当然觉得西方 这些人 从赫格尔 马克思 一路下来 把中国跟印度 说成东方 水利社会 水利社会是专制 但实际上 如果按照我的解读的话 不是这个 水利社会跟专制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政府 要负责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想今天 金江波也一样 台湾也一样 中国也一样 如果大家认为 老百姓也是认为 政府对发展经济有责任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很好 中国在过去四十年 能发展那么快 也是跟政府的经济责任 有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 中国有优良的传统 要发展 但是绝对不是 我刚才所说的福古 如果今天这样的福古 下去的话 中国又会走向路后 是吧 所以我是觉得 说文化自信没问题 大家应当好好总结一下 文化自信 那么我非常在动 刚才杨庸飞行所说的 就是中国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启蒙 而不是政治启蒙 政治启蒙已经是孤独了 已经孤独了 要文化启蒙 什么意义上呢 就是学西方的文化复兴运动 也可以学中国宋朝的新辱学运动 新辱学运动了不起 福教进入中国以后 跟中国本土文化冲突非常厉害 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密服运动 当然也有皇帝 对福教改兴趣了 对皇帝都不改兴趣了 大家去 皇帝都住到寺庙里面去 也有 但是到了宋朝 将近花了八百年 八百多年就把真正的 统革奥尘 朱熙 把福教文化真正吸纳成为 中国的文化 成为辱师道 是吧 三合一 到今天为止 那么今天呢 我是觉得中国又要需要这样一个文化 而这个新文化运动 不是排斥像今天那样排斥西方文化 也不是复古 应当学一点西方的文艺复兴 学一点宋朝的 朱熙他们的真正的精神 是吧 我是觉得应当把西方的文化吸纳进来 尤其是基督教文化 因为基督教文化 呈现出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东西 对吧 中国不仅仅一定要用 美国和西方的形式 来实现武士开始的民族自由这些东西 但是中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来买足老百姓的这样一个需要 民族自由的需要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的执政党 不应当光强调武士的外在的方面 爱国主义这种方面 而更要强调武士的新文化运动的共性 并且这种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为止 还是远远没有结束 所以武士是不能死掉的 是吧 你要把他 就是死掉了 你要把他救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说因为中国啊 就是大家知道 因为从江泽民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觉得吴景涛那个时候开始 怎么样的从一个革命党 转向一个执政党 那么今天就说 现在的共产党是执政党 当然也不可能以其向整体的革命 而是毛泽东继续革命那样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执政党还要不要具有革命性 也就是用武士的这个内容里面 革命党 执政党还要不要有进步的观念 对不对 是不是谁大流 谁在民意而统治 如果谁在民意这个内统治的话 我是特别欣赏以前的PAP 以前的PAP 就是说主要是这个东西 一个政策 符合国家的产业的利益 就是老百姓反对我也要去做 是吧 这样才是的 我到好几年前马云九还是台湾总统 总统的人后有一次他接见我们 他就说 他说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开民意 是吧 调查 是吧 叫每个部长汇报 我就感觉到纳闷 是吧 如果跟着报纸的治理这个社会 怎么能治理得好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共产党还是要保留它的一定的革命性 那就是进步性 到今天为止 中国如果进步跟落后 文明掩埋这个观念都没有了的话 中国到头来 可能还是会走向 不是走向进步 而是走向倒退 所以我希望 我们今天对武士精神 还是要做一个重新的解读 对武士精神 还要一个不断地继承下去 谢谢 非常感谢郑教授发人申请的演讲 那么接下来 北大卫民文学社将为大家呈现一组 中国新文学作品的代表作 1917年 北大教授胡适先生 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 北大成为新诗诞生的摇篮地和发展重镇 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新诗篇 那么一个世纪以来 北大历代学者秉承先辈创下的光荣传统 为中国的文坛贡献了数十位杰出的诗人 让我们借这个机会 缅怀我们的文学前辈 下面的呈现就从胡适先生的开山之作开始 有请卫民文学社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涌到梦中来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便换出多少新奇诗句 罪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谢谢大家 《香愁》 作者李广田 在这座古城的静夜里 听到了在故乡听过的鸣笛 虽说是千山万水的香阁 却也有同样受伤的歌吹 偶然间遇到了心头的 却并非久别的父母和母 只是故园旁的小池塘 消风中池塘两岸的鲁与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二月十九夜 作者费明 深夜一支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心之空是鸟铃 是花 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 海 是夜的镜子 思想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 炉火 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2月 炉火 炉火 抱歉 是月 炉火 炉火 用 炉火 斷章 作者 辨知灵 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 看风景人 在楼上 看你 明月装饰了 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 别人的梦 满月的光 作者 朱自清 好一片茫茫的光 静悄悄躺在地上 枯树们的书影 荡漾出他们凌厉的模样 仿佛它所照临 都在这般灵灵厉厉的荡漾 一色内外轻盈 再不见仙豪意仗 月啊 我愿永远 尽在你的光明海里 尝试和你一般 雪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别康乔 作者 徐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杏 油油地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玻璃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云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红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去梦 撑一只长膏 向青草更青处慢速 满载一船心灰 满载一船心灰 在心灰斑斑斑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瞧瞧 瞧瞧是别离的生肖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瞧 露祖珑 瞧瞧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非常感谢北大卫民文学社 非常感人的表演 我能够看到下面有些观众 双眼放着浅浅的泪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到了非常精彩的对话环节 我们也请来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 王江宇教授来主持本次对话 那么下面有请杨荣文先生 郑永年教授和王江宇教授 非常期待接下来的精彩对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是吧 很荣幸今天能跟两位 我刚才差点说两位大哥 跟两位大咖 跟两位大咖同台 我今天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搬运工 我是一个 就是大家提的问题 其实今天提的问题 我们一点都不无私 今天这个方式一点也不无私 一点也不民主和科学了 它的方式是大家 像那个电话号码怎么不见了 那个电话号码发短信 然后呢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大哥 把这些问题过滤了 然后确保 对很科学 确保两位大咖回答他们 就确保两位大咖回答 他们只想回答的问题 而不回答那些 大家很想让他们回答的问题 对吧 然后到我这里呢 那我看到不合适的问题呢 我可能还要再过滤一点 所以今天的这个 这个democratic的这一方面呢 是不大能够体现出来的 但是因为五四运动本身呢 它是一个 确实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 中国了 对吧 民族和命运的一件重大的事情 而且五四的精神到现在 还没有泯灭呢 按照两位演讲人的说法呢 五四运动呢 以后还要发扬光大 而且五四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的 已经成为世界的了 它对整个对东南亚 那么对应该说在全世界的华人区呢 都有很广泛的影响 而且一种间接的方式呢 影响了其他国家 比如说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民主的发展 那今天的这个提的问题呢 那我们在等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先问两位主持人各自一个问题吧 那我想我每个问题呢 我会用中文先提问 然后用英文做一个简短的翻译 那么以便于让杨文部长呢回答 我想第一个问题呢是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呢 让杨部长呢去回应一下刚才 郑教授刚才讲的 那么五四运动呢 其实它在本质上是一场新文化运动 它到今天 五四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呢 到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那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想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的问题 这个二元呢 还有另外一个二元 和我自己的专业相关的一个二元 就是人质和法治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得到非常好的 还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解决 那刚才郑教授提到的 提了一个 那么郑教授呢是一意贯之 一直能提出很多新颖的 发人深省的说法 那么郑教授提出我们中国呢 目前的情况是政治启蒙过度 文化启蒙不足 那么郑教授对近几年的文化复古运动呢 应该说以一种他特有的幽默的方式 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批评 那我想请杨部长呢 对这个问题做一下回应 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呢 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的问题 I think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questions alluded in Professor Jun's presentation is about how do we treat how do we balanc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today and Professor Jun said that China has too much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and too little cultural enlightenment the May 4th movement has very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it to the extent it promotes democracy and the science it also radicalized the thoughts of the Chines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in since the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in to criticiz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y blame Chinese tradition for all China's failure and sufferings in the past century so today as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China's become a member of the world community to what extent China can balance its own tradition with the global trend of democracy and all other political values today so this is the question No one has the formula for the future I think every country every nationality every family confronts new challenges for which the past can only provide some wisdom and for which the present must experiment for itself learn from its mistakes and draw its own conclusions what makes human beings human beings it is the fact that we form relationships however smart you are as an individual if you cannot work with other people your ability to change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is limited those of us who are students we go to outward bound school we know one person by himself cannot cross many obstacles a group working together can do all kinds of things now historically no group on earth has been able to combine the efforts of as many human beings as a chinese people no other group and this is remarkable what is it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enables them in century after century to create a civilisation where maybe one quarter one third one fifth of mankind believe they are one family common ancestors common poetry common literature common history this gives chinese society a great potency that when when they can solve problems they are amazingly productive but when they can't solve problems they can be amazingly incompetent you know my mom came from china in 37 after my parents got married in caosan and i used to go to the bank of china to do remittances for her because her relatives back home it seemed as if china could never could never get this act together problem after problem after problem and we look at our relatives there and say oh my goodness but it never changed and then suddenly it changed and it changed in a fantastic way but sometimes we have mixed feelings because when we see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we say well the good is very good but the bad is still very bad what is strong in the culture what is strong in the culture is what we do every tunjie every tunjie is very stressful for all the women they got to get the new bank notes they got to get the hongbao they tell the husbands hey better help me you know for the notes then they got to do mental arithmetic how much to give to whom how much to give to whom as the children how much they have received and then the envelopes are open and the money goes back to the wallet now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the purpose is what united china after chin chin was too tough too too rigid so han rujia relationship so chinese people instinctively they say oh i come in i must sit in the middle why must i sit in the middle why because i form a puzhang so i better sit in the middle i don't want to sit in the middle because you're in the line of fire you better sit on the side you take a photograph immediately everybody takes position why but you cannot we cannot say no change it we have to follow the tradition but this now got to adapt you take the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is all over the place so china decided don't have chaos i remember ting guang ken kambia in 1996 with a group of ministers from chin chuang pu and so on one week they studied singapore and then they went back they released the internet policy without the internet policy there is no pi2 no alibaba no tencent today but if you are for not going to china you can google your gmail may work may not work whats app no pictures and so on a lot of problem but the moment you're in the chinese system it works so chinese people organized chinese people that is why han people make up over 90% of china the moment you're outside not so easy and at the boundary very complicated but china has got to adjust got to adjust for an environment which is no longer agricultural but mostly urban where people are using the social media where people have to work with the world outside so we talked about just now professor zeng talked about confucianism in this transformation to the song dynasty so you have neoconfucianism i gave a message to the nangyang kongjiao shuehui this morning i said what is li in the 21st century how do you apply li to the social media to a cosmopolitan world this is a new challenge for us so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classics try and think of the wisdom what is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thinking and say look how do we apply to a new world for which there are no answers but for which we have a lot of wisdom and maybe from that wisdom find new ways to the future 好 那我们现在 第二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是我们收到的问题 一个比较长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是 我想是同时提给 郑教授和阳部长的 这个问题的大意是说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 历史已经终结了 认为民主制已经完美了 那么杨荣文在荣述下的 《思考》那本书里面说到 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呢 认为民主能够拯救中国 而且必须是西方标准的民主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郑永年教授认为 西方是先科学后民主 西方靠文化特点崛起 而不是因为民主的原因 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 是否应该启动 另一个全新的五四精神 一个完全组出全盘西化思维的思想运动 Let me summarize this question very quickly American scholar Fukuyama said democracy represent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George Yu in his book said that democracy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but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May 4th movement very much desired democratic China and believed that democracy and in particular Western-style democracy can save China it doesn't look very right today Professor Zheng Winyan said that what happened in the West wa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were ahead of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very much depends on its culture rather than democracy so a hundred years later today should we have a new May 4th spirit a May 4th spirit which goes beyond the Westernization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based old May 4th movement that's a good side of China I think that's a good side of this and the first two years but I think that's all because of these people because of these people and the whole stuff I think that's not 으- I think that's not the same thing because of these people but the core of these people they would seek out Hageror what they say of a system is a full-wide I think that's a good side of this what they say they don't have a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uth it's a global system 但是后来马上就改变了 他觉得西方民族本身出现很多的问题 但我是觉得西方的民族出现问题 他民族西方的民族也不会走 因为他西方民族实际上西方文明的一个 到这个阶段的财务 那么我也相信西方人也可以找得到 他们补救出来卸这民族的方法 西方不会变成中国 中国模式最好西方也不会变成中国 同样西方的民族最好 中国也不会变成西方 因为我是觉得 我是相信文明还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但是这个文明必须是变化的 所以我非常认同这位提问题的人 中国确实需要一张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我自己这几年也在说 尤其是刚刚去年去世的姚中宇先生 香港的 我觉得他前面提过 就是中国要发动一场自家的 与自己文明之上的新文化运动 因为第一次武士运动的新文化运动 就是西方进来的一个文化运动 对吧 一个文化运动 80年代的所谓的第二次启蒙 也是西方进来的文化 就是我刚才补充的一句 无论是武士也好 而且1989年的第二次启蒙也好 大部分都是政治启蒙一动 而不是文化启蒙 所以我现在我自己担心的 就是中国的 无论是基本的经济体制也好 政治体制也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但是这个文化这方面的功课 怎么样的去补救 我是觉得非常重要 如果是没有一个 想和歌手说的 一个国家 一个文明 都要需要有它的一种精神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了 只是一种国家基本制度的 哪怕是law of law 是吧 一种躯壳 这个文明 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 是没有希望 所以文化是决定一切 但是中国的文化的特别 就是要一经 就是要变 要永和 是吧 要永和 这个非常重要 我现在怎么也不理解 为什么中国那么排斥 就是外来的文化 中国文化明明是 非常包容性的 这就是现在中国 今天的极重外来文化 在中国争夺空间 没有中国自己的文化 其实马克思主义 也真来自西方 不是中国本土的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用官方的语言 怎么样能建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同样的 我是觉得中国自由主义 是好的 我自己也认同自由主义 但如何在中国发展 中国的自由主义 而不是说光是西方的自由主义 西方的自由主义 中国没有出路 但中国如果找不到 中国自己的自由主义 也是没有出路的 我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 它是 never constant 如果您是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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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会 fall 因为如果您是确实 如果您是确实 你不知不知道 您是确实 但是如果您是确实 你必须要确实 你必须要确实 所以你今天 你必须要确实 你必须要确实 你认识 中国是一个大国 to go up layer by layer because by the time you go to the next layer the officials have already communicated and they keep you there by the time you go to Beijing you have no chance no chance so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problem in Chinese society it's so big so there are many layers but now with data analytics you can break through because like a Chinese traditional doctor you look at a person,you look at the tongue you look at the skin colour you feel the pulse,you say oh it's healthy he's not healthy so they can now look at Peita data analytics I spent 4 months in Peita as a visiting scholar so I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the internet operates in Peita students,professors,forearners,all different all different a student can get VPN very easily a professor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VPN in the end to get my VPN I had to go through NUS network to get out you see now it's a very sophisticated way of controlling and coordinating an environment so that you allow freedom you allow freedom but you have ultimate control when Tinkwankun came to Singapore I was minister for information I told him for the internet in Singapore we will always control 100 sites the sites will change but we will have the capability to control 100 sites something happens we can tighten when China has opened up the internet all those companies involved with the servers the portals to go out they control within China they are loose every city every university every province every major group they look at the overall data they see whether it's healthy or not healthy if they find out in the small village in Shamsi the shape of the data looks funny it's like something is wrong they go in the officials will be afraid now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y cannot hide somebody up there looking at the data knows the west says oh this is very bad this is dictatorship this is oppression there's no privacy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Chinese are trying to do in Xinjiang Xinjiang is a big problem they're looking for a solution I'm not saying they've got the right solution but it is not putting people in concentration camps for the purposes of punishing them no it's the purpose of healing what they see to be an illness in Chinese society will they succeed will they feel i do not know but China is now inventing new methods of governance when Xi Jinping said cyberspace development is par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any westerners who say oh you see China is being dictatorial being autocratic again today Facebook will remove you if you have a radical view left or right if you are too religious if you advocate violence they will remove you how do they decide whom to remove and whom not to remove whom are they accountable to so actually western democracy is now facing big challenges they know it themselves Greenspan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he says two-thirds of the US economy is based on entitlements entitlements which means two-thirds of the economy are politicized sectors politicized sectors so I'm a policeman I'm a doctor the whol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everyone has big lobbies in Washington so that the laws will benefit them and they get a bigger part of rent what the economy is called rent so you have a democracy one man one vote but if you have money you control the media you control the PACs you are able to influence the outcome and they dare not have compulsory voting in Singapore we have compulsory voting Australia you have compulsory voting in the US in the election maybe less than 50% of the people will vote if you have compulsory voting the outcome changes so democracy is a big idea but democracy is not a simple mechanism that one man one vote we have a magic solution no it is complicated how you do the wiring and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how you use data to effect better governance without being oppressive and China is experimenting will China succeed we don't know but we better study what they do they've been studying Singapore we better study them and we better study the west and sooner or later the west will begin to realize that they better study China too to draw lessons for themselves they will not become China and China will become like the west if you read the history of Rome how they are always worried about concentration of power you read about the Roman senate about the debate between Cicero and Catiline the way they behave over 2000 years ago is the same way they behave today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and the US senate because this is western DNA we have Chinese DNA we have to operate on the basis of the DNA that we have Chinese people have a very big genome very big genome because of long history so within that genome there's a lot of wisdom but when we are wrong we are very wrong but when we are right we are amazing and that's the challenge for us going forward thank you we are we are very happy we are glad to make it we're happy to have a talk and that's all kindl etc c una as a thank you 成其科學和民主的使命了嗎? This question,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提給楊部長的, 但是鄭老師要是願意的話也可以回答. Let me summarize this question in English.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for contemporary Singapore? Have democracy and science taken root in Singapore today? I think Singapore is a small country, but it's got a very complicated genome. Because we have Chinese, we have Western, we have Southeast Asian, Indian, all mixed together. So Singapore is like an experiment. It's always changing, always adapting. When the world changes, Singapore is in a good position because we have enough of the world inside us to adapt to it. But it also divides us. So I was told that when China wanted to establish a China centre 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quickly established a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here. Why? There's a very deep reason for this. Because if there's no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in Singapore, then China's centre will become the place for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it will take Singapore from its centre. So Singapore must have its own centre. If Singapore has a strong centre, it can interact with China, with India, with Malaysia, Indonesia, the West, with confidence. But if Singapore has not got its own centre, we have a big problem. Then the Americans will want an American centre. The Indians want their own Indian centre. And Singaporeans will be in all these centres. And separate it out. So this is the complex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s a small place, but it is a very complicated place. because we are all more different in Singapore than we would be if we are citizens of America or citizens of China. And this requires a certain higher software to bind us all together. And will we succeed? It's always dangerous when you are small. When you are small, one round move and you're finished. So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have no reserve. But if we are alert, in fact, we can be the first to adjust to new situations. Which is why, from time to time, not always, I call Singapore a bonsai. Why do I call Singapore a bonsai? Because one day, a friend of mine was very upset. He was close to a Chinese municipal leader who said, Singapore is a bonsai. It's so small. It's not important. So my friend told me, how can he treat Singapore in this way? So I told him, no, it's good to be a bonsai. It's good. A bonsai is very expensive. It's very difficult to keep it as it is. And some bonsai can last many centuries. And China, from time to time, will come back to the bonsai to study it. And sometimes they say it's too small. It looks elsewhere. Then they get some problem. They say, I better study it again. So to India. So to Malaysia. So to Indonesia. They never... They can never apply what is Singapore to them. But they can always study its successes and mistakes. So when Ting Kwan Ken came down to Singapore in 1996 to study Singapore's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net, I still tell myself that we played a small role in China's cyberspace development today. Because they studied us in great detail. I do not know what they did to alter their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spending six days here. But some months later, when I went to Beijing on an official visit, he invited me, with the whole team, to Zhongnanhai for a private dinner. It was his way of saying thank you. And to Singapore. Many other few time trips. Philippians Lutani and point to everything In Singapore, I was from a commercial perspective. I was from a huge sides of the and twenty-fandi. I could go and learn a hamburger. BlackIA and the whole family, But I was actually worried that I was worried about popularly. mods in some kind regardingaimer tradition even if you can lean into layers the whole family. Especially the W Bear standards, even if you can come. certain ways of the life, If you're too scientific, you lose humanity 科學我覺得沒問題,那麼小的國家 但是我覺得民族,我接著楊玉文部長 剛才講中國古老傳統,平衡的傳統 我是覺得,我寫過新加坡是個優質民族 因為新加坡把握了平衡 我在美國生活過,歐洲生活過 因為西方這個民族就是說 You can talk whatever you want,非常 too individualistic 所以宗教,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討論 侮辱人家的宗教也可以 所以就是為什麼歐洲傳生這些問題 我覺得新加坡有些禁區 有些禁區這是好事情 一個民族如果是沒有任何禁區了 這個民族就不會走向極端了 就是生存不了 同樣,新加坡的假說福利制度 它又不學西方的 歐洲的這個,養來人的這個福利制度 但是呢,像HDB啊 這個老百姓的這個一般的社會保障都有 它是平衡 所以新加坡它國家小 像楊不詳所說的 它更出衷於這個sustainability 是吧,就可持續的 所以我是覺得,比起啊 當然民族就是看你怎麼樣定義的 從西方的定義民族就說 正當人體就是民族 對不對 但是正當人體是不是民族 我是覺得懷疑 我去台灣 台灣為什麼正當人體 現在就覺得 從西方的定義來說 台灣的民族是perfect 是吧,正當轉移 但是我是覺得 台灣還是沒有民族的文化 我有一次在台大 他們問這個民族的問題 我覺得說我們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他們都是帶著一檔子的腦袋 搞多檔子 肯定是搞不好的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還不是像新加坡這樣 十字九世 一檔多大就一檔多大 只要這個正當是開放的就行 這也就是中國傳統的 有一個時間的關係 限於時間的原因 我們請王江宇教授 再提之後一個問題 對對對 我們就是最後一個問題了 提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這個地方雖然不要錢 但是也是有時間限制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提給鄭教授 接著你剛才講的 你反复強調中國政治啟蒙過度 文化啟蒙不足 今天的中國文化啟蒙應該從什麼地方 做起的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以前 我想去這個 這個 因為五四運動以後大家忘掉了 實際上到了三十年代 國民黨 蔣經國那個時候有個新生活運動 我覺得可以從這個新生活運動開始 就是從個人開始 因為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最麻煩的 也就是中國最古典的精神 以及孔夫子就說 一日塞絲 我們現在中國個人層面沒有反思 大家都認為正確是正確的 別人都是錯的 所以從來不反思自己 都老是怪別人 對吧 這個就很不好 我希望中國能從個人開始 就藉了一種個體的道德開始 因為中國老是講集體主義 實際上 為什麼中國要講集體主義 我後來就體悟到 中國原來沒有集體主義 對不對 中國正因為沒有講集體主義 所以從古島經一直講集體 因為西方是有太多的集體主義了 所以它要講到個體主義 對不對 那個balance 所以我是覺得文化就是一個自覺的問題 自覺的問題 要悟 要覺悟 我這次去北京的一帶一路 去王岐山副主席 把我找去他的辦公室聊天 他講了 他出了一本書很好的 叫《學思界悟》 他給我花了很長時間講這個 要修習 要思考 要實踐 到最後就是要覺悟 我是覺得 這個又是回到五四運動 這個覺悟五四運動 太強調國家民族的覺悟 即使國家民族的覺悟是不存在的 對吧 國家怎麼覺悟 一個民族怎麼覺悟 對不對 覺悟是個人層面的覺悟 對不對 如果個人層面沒有覺悟的話 個人沒有希望 社會也沒有希望 我聽到的一個亮點是 隨時可以和王岐山副主席隨便聊天 對吧 那我們非常感謝兩位演講人今天的 我不用感謝他們的精彩演講 不是我的事情 我只是感謝今天回答大家這麼多問題 好吧 現在就先到這裡了 我們把 謝謝 讓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兩位主講精彩的演講 和有思想撞擊力的對話 接下來請三位嘉賓留步 我們有請副方健會長和李慧玲社長上台 那麼我們由北大新加坡校友會 副方健會長給大家贈送紀念品 當然 我們也很期待在將來北京大學新加坡校友會 能和聯合早報一起 共同為大家呈現更多的有意義的活動 在副方健會長頒發完紀念品後 我們請第一排的VIP嘉賓們上台一起合影 會搭計ident GYNCKL 師傅 她們 times Is 我們加油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排的嘉宾上台合影 我们请第一排的嘉宾 全部移步台上和我们一起做一个大合影 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慷慨解囊 这是我们校会组织的公益捐款活动 我们争得两位主讲的同意 安排给得到证书的朋友们签名 那么请手上有证书的幸运朋友在座位上稍候 我们将会统一安排在十楼签书 那么同时希望得到亲笔签书证书的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在演讲厅的门口 找我们的北大校委会的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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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五四运动百年回顾大型演讲会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晚安 好的,好的,好的